最近烈火如歌正波的火热 很多小姐姐都羡慕距离如歌的潇洒人生 家世显赫 还有三位美男相互 偏偏女主还就一点都不矫情 三观也正的让人讨厌不起来 说起守护女主的三位美男 那也是各有特别 其中比较受粉丝喜欢的 应该就是一直默默守护如歌的郁自寒了 虽然有助先天的不足 但这位师兄也是将宠溺贯穿在一言一行之中 令人羡慕 二师兄虽然距离不苟言笑 但剧外则十分欢拖 今天他还晒出一张海报圆图球网友给P图 原来拍海报的时候 剧中的轮椅还没做好 所以他用的是半公椅 既然爱豆提了要求 那粉丝也是各种相应 你妹们终于找到机会把自己P上去了 只不过这姿势有点乌啊 还有人直接给P成了商业售卖海报的画风 确定是认真的吗 变动轮椅虽然高科技 可为核感更强了点 而且这图是不是没抠干净 直接P到火箭上天的 确定get到博主的意图了吗 被自由女神像举到最高 别说这色调倒是绿的挺一致的 你们觉得哪一张是今日的P图最佳 这种人是大多相应的 这是米皮疙瘩的